本來想說對禁止出火 禁止出火這塊有一點聲音 後來到這段時間下來才覺得說 其實禁止出火這個是對的 其實提早預防 幸好有禁止出火這塊 沒有禁止出火這塊會更嚴重 那也因為政府官員 這麼積極 應該說他們讓我收到很積極 那整個感覺傳達下來 到我們所有工作同仁 我第一次覺得我們真的是上下一條牆 我們採國防志工的方式 由後備指揮部動員後備軍人 輔導幹部及現役的同仁 區分早中晚三班日 投入生產累計量是266萬片 增加到378萬片 總共增加了110萬片 大概增加產能是41% 所以今天開始的話 那個產量可能就會提升 因為24小時的作業的關係 現在從第一次 第一次用我們說明是7家 現在到23家 幾家都沒關係 國防部全力以赴支援 那人理不是問題 今天如果提醒就 明天就散工了 真的是很有限 我想現場每一個人 在這一次的房座在裡面 都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 所以我要謝謝大家 在台灣遇到挑戰的時候 挺身而出跟政府一起來 所以要跟各位說 非常感謝 所以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就果斷的採取 統一增購 統一調控 統一售價的措施 來確保口罩的穩定攻擊 不過在這裡我也謝謝 經濟部跟基業界的朋友 同心協力來增加國內的生產量 真的大家非常辛苦 日以置業的工作 而且是一天三班的生產 非常辛苦 我也要再一次的謝謝我們 所有在線上工作 還有投入的國軍的志工 還有我們後輩的同仁 但是接下來還是要繼續努力 我們將來還有一個很大的挑戰 也希望在這個時刻 大家共同時間 能夠讓這個國家在這個疫情的過程中 防疫可以成功 讓我們也安全地度過這一關挑戰的時間 不過再一次謝謝大家 謝謝